炭歌 杂谈室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炭歌杂谈室 那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重磅级的人物来上我们的节目 炭歌音乐节正式在宜老师的讲座导龄之下正式开始 那接下来9月3号还有另外一场是9月16号 那这两场都会有永龙老师的演出 那9月3号呢会有另外有Trevor老师的导龄 那我们就请这两位出场 两位老师好 我学习炭歌跟DJ都有11年的时间 那跟炭歌讲座有关的部分 大概是从8年前开始 陆续也就是有讲了超过20场的部分 炭歌老师的那个讲座都讲得非常好 我也请大家来台中来了非常非常的多次 谢谢吴永龙老师 然后阿姨要谢谢永龙老师推荐 接下来麻烦永龙老师 是吴永龙 然后是唐Pollution的帆多牛首 然后我弹帆多牛大概已经十几年了吧 对然后就一直弹到现在 对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们 因为其实在炭歌的历程都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 那老师们在炭歌界里面感受到的 或者是看到的炭歌是什么样子 先讲一句破题 我觉得其实炭歌它当然就是一个 所谓庶民生活的一个写实的记录 为什么这么讲 就像那天我们提到 在其实19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好多的欧洲人民他们 理想背景就来到阿根廷 那当然那时候阿根廷也成为他们一个 对此讲一个怀抱希望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在新的环境 其实也有面临到好多的问题 比如说语言不通 或者是说要被当地的人歧视 还有就是说整体生活环境 也不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把很多的这种 不如人意的感受化为音符 或者是说让很多无法排解的这些情绪 或者是忧愁变成鼓步 那在吸收不同族群的这个音乐舞蹈的特点 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一个炭歌的起源 而且这些东西 这样说 他或许他也是 因为他其实就是记录很多 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历程 所以他大概也他也带了一些所谓的普世的一种价值 所以我觉得炭歌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 说实在的也是有他的一些道理吧 Triper果然是有整理过很多的资料 所以你看到是他的起源的开始 那为什么他会成为现在一样 其实也是他的价值 那勇老师呢你在演奏炭歌的时候 其实刚刚翁老师几乎传递我非常想要讲 但是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 当我在弹的话 我会觉得炭歌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 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因为像炭歌音乐它可以流传这么久 除了刚刚翁老师说的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它可以就是它可以把你自己在面对这个音乐的时候 真实的情感 因为我们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你的个性怎么样 那你的音乐就偏不了 那我觉得在谈谈这音乐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反而让我有一个重新认识自己 因为我可能比较压抑 所以我反而在弹听歌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平常一些可能画比较少 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容易表现出来的感觉 然后可以投射在音乐 我觉得反而是我在谈谈歌的时候我收获之一 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也有同样感觉就是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 跳出来的探格就是什么样的 对啊 我觉得这些就是骗不了人 对啊 你去阿根廷学反而那种的时候会有一种在找寻自我那个过程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因为因为在阿根廷学自己去嘛 然后所以变成你在异国的时候 你所有的那个感官都会被放大 那所以感官放大的时候 那你又听到听歌音乐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让自己投射在那个 这个探根音乐它怎么下来 他的前程或者是他的一个卖徒他当时为什么会有人创作这些音乐 然后你这样的人就会投射在那个时候的氛围 那我们9月3号的这场音乐会 虽然音乐会的名字有提到皮亚托拉 但是里面所选的歌曲 几乎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比方说Libbert Tango啊 Opricion啊 那为什么这次会想要这样喊 因为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可能各位印象中比较少见的皮亚托拉 嗯 因为我想可能大部分的音乐家比较熟悉的 应该是他中晚期后 他就是他标准无重奏的那些作品 可是其实在他中早期有非常多是受 可能是受到一些传统时期的影响 所以我在挑选曲目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包含了一些 他的大概1940年代左右 比较中期的作品 对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除了大家熟悉的 例如什么Nonino或者是Libbert Tango 其实他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作品 他那时候作品就会比较像传统音乐一样 想要来反映当时社会一些层面上面的问题 就像刚刚翠伯老师所提到 比方说他们移民到阿根廷的时候 其实以这一场音乐会来讲的话 它里面很多的曲目 其实都是跟所谓的人物有关 像如果讲底层社会的话 大概就想到两首歌吧 一首歌是 达巴拉曲达巴拉曲的话 当然字面上西文意思是叫早货店 但他其实是在 他的创作背景大概是在30年代 那个时候 阿根廷那个应该是叫 Decata Infame 这个好像类似是叫做 臭名昭彰的十年 但是他是用一个比较 如果不懂歌 假设没有去特别了解歌词的话 光听这个原唱的方式可能 我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比较俏皮的歌 但其实他却是歌词的一些隐含的部分 却是相对比较严肃的部分 就是在讲到当时一些人民比较生活辛苦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来稍微听一下 看那个Gamblache的比较早期的版本 Ganaro还有Bianzola的版本 稍微对照相 现在放的是Ganaro Ganaro的通常特色就是非常的工整 1 2 3 4 1 2 3 4 那我们来听看看Bianzola的版本 2 4 1 3 4 genre 1 2 2 2 3 4 4 5 1 2 3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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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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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politiques 雖然他這個版本也是稍微多一點點節奏變化 有一些切分音質 但是沒有像他後期那麼多 332或是更驚人的節奏出現 所以還算是在比較偏傳統音樂範圖裡面 如果說他是比亞蘇拉還是會蠻驚訝的 應該會有人不知道這是比亞蘇拉的作品 因為真的前面聽起來確實蠻框架明顯 比亞蘇拉他這個切分音就好像比較像Treyber剛剛講的是 他好像比較威脅一點的方式來呈現這個社會底層的狀況 也是蠻有趣的 比亞蘇拉這次的歌單其實還有蠻多首 是跟一個很重要的探歌音樂家有關係 所以永榮老師選這幾首歌 Troylo 我選了蠻多首跟他有關的作品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選了一首 Troylo去世之後 然後他就寫了一首族曲 然後Zida就是那裡面族曲的其中一首 那主要是在講他跟 比亞蘇拉 主要是在講比亞蘇拉跟Troylo還有他的太太 Troylo的太太 他們三個人共識或共識的一些生活意識 或者是他 他就回想起他們之前一起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那Zida其實就是Troylo的太太的名字 比亞蘇拉曾經在Troylo的樂團裡面工作對不對 對 他在他樂團裡面擔任過蠻多牛首 然後也擔任過編曲者 對 合作了蠻長的一段時間這樣 對 然後 還有就是在 呃 朴州還有編了幾首給蠻多牛二重奏的作品 然後 錄製的就是他跟Troylo本人 啊 啊 對對對對 下次來找來給大家聽聽 我們現在先聽Zida這一首 棒棒棒棒棒棒棒 confused 棒棒棒棒棒棒 reb love 哦 - 光前奏就蠻長一段時間的 - 前奏好像用了很多不同的要算打擊樂器嗎 - 比較小型的打擊 - 可以拿在手上用很像那個瓜 - 我忘記那樂器叫什麼 - 去刷那個樂器 - 9月3號那天也會出現嗎 - 秘密 - 來就知道 - 對來就知道 - 挺有趣的 - 好剛剛講到說 - 秋葉樓跟Biazola其實共識了很久 - 那Biazola也大家很熟悉的一個 - 它的特色是它會站起來演奏手工琴 - 其實那不是傳統的演奏方式 - 但也是因為這樣所以它有一個非常仙靈的icon - 它就是Dive這樣子演奏 - 我們佛學多文的Trevor - 他就提供一張照片 - 來看看這個是誰呢 - 這一位就是Toyle - 他也是站著演奏Vano Neum - 然後這一位是Frontino - Francisco Fiorentino - 這張照片裡面沒有Biazola對不對 - 有一個很像 - 也許是第四個吧 - 也許 - 也許 - 有可能 - 這張照片的話 -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在1940年 - 那Biazola大概是在1939年的時候 - 考進這個樂團 - 那老師你上次提到說 - 因為站著跟坐著演奏的方式的不同 - 而讓聲線表現的情緒完全不一樣 - 站著的話 - 它的風箱的控制 - 或者是用風箱想要傳達一些 - 很像人類在講話 - 或者是錯棄的一些語調 - 我覺得用站著彈更容易把它表現出來 - 哦 - 因為像聲線講話就對了 - 對對對 - 或者是一些就是很像一些錯棄 - 那像Piazzola它有蠻多樂句是 - 它有蠻多旋律的樂句是 - 它可能會特別的突然想要強調 - 突然想要強調我們的血音 - 或者是它可能會在這個樂句的第一個音 - 它會提前或者是延後出現在 - 不是它的和弦之內 - 那我覺得如果用站著彈你可以特別的強調這些技巧 - 所以用站著彈我覺得 - 用站著彈Piazzola中後期作品 - 我會覺得比坐著彈來的更有效果一些 - 嗯 - 了解 - 但是因為這次選的都不是中後期的 - 所以不會看到有沒有是站起的彈這樣 - 當天應該都會做 - 對 - 然後我想補充一下就是 - 為什麼傳統探歌比較 - 可能大家印象中比較常看到坐著彈的照片 - 是因為我們蕃多牛 - 蕃多牛這個樂器它有一個技巧 - 就是可能我們在聽一些唱片 - 會聽到一些很嘈雜的聲音 - 嗯 - 其實這些聲音它是 - 它雖然是雜音 - 但是它是被精心策劃 - 精心設計出來的 - 所以我們在坐著彈的時候 - 我們兩隻腳有個 - 兩隻腳就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支撐 - 那我們蕃多牛 - 我們在彈的時候 - 我們的技巧 - 那這個技巧就是我們的手 - 可以把它用在低音域 - 然後我們去彈音堆 - 彈音堆的話 - 變成有了雙腳支撐的那個 - 音堆的雜音 - 你就很容易比較好操控 - 因為這個技巧在傳統探歌會 - 比較常被使用到 - 那我們如果站著彈的話 - 就比較困難一些 - 嗯 - 嗯 - 了解 - 真有趣 - 我們9月3號的那個演出聊得差不多了 - 但是 Trevor老師特別叮嚀大家 - 9月3號要早點進場 - 因為他要放一些特別的歌給大家聽 - 把它當成類似像彩蛋吧 - 其實呼應剛才前面有老師講的 - 因為這場音樂會其實就是要 - 呈現更加立體化的皮拉中 - 所以呢等於我們好像加碼一樣 - 那也就是說 - 彩蛋的曲目大概預計就是 - 從皮拉走到在1940年代中期 - 他自己獨立創立樂團以後 - 演奏了一些經典的曲子 - 或者是說他在50年代幫 - 不只50年代 - 其實從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 - 甚至60年代 - 幫Trayer樂團做了編曲的曲子 - 都會精選一些曲子 - 在開場前讓大家聽聽看 - 等於說你如果早來的話 - 等於就是從皮拉走到的早期 - 中期然後再加上音樂會的曲子 - 我們可以聽到更多更有層次的Piazola - 或者是Trayer樂的音樂這樣子 - 好啊 - 那我們非常的期待 - 9月3號的導靈跟演出這樣 - 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時間 - 好謝謝 - 拜拜 - 拜拜 - 拜拜